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挖 為你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精神科醫師 王鳳剛 王醫師 第二位是媒體人羅有志先生 就是三十出頭歲的羅有志 今天是很爽的 好 那另外一位是我們的見識專家 謝松散 阿神塞 大家好 再來一位是媒體人王有志先生 以及律師蘇嘉鴻 蘇律師 歡迎五位特別來賓來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首先是對這些受傷 甚至於死亡的這些 我們的市民朋友 感到非常的一個哀悼 那以這個精神科醫師來看 他完全 你看他那個在飄晃 還有他那個眼神 是完全是三魂少掉漆破 三魂漆破 三魂就是失魂跟落魄 問一下王醫師 就你們的專業這樣就可以判斷說 他到底是什麼情況 確實絕大多數人在遇到這一類 看起來跟我們一般人不太相同的人的時候 會習慣的第一個想到說 他是不是精神有問題 是不是腦袋有毛病 但是實際上 2009年美國他們發表了一個很大型的研究 他們去追蹤了三萬多個人 追蹤將近四到五年的時間 他們會發現 三萬個什麼樣的人 一般的普通人 一般的普通的美國人 他們發現平均來講 四年之後他們出現暴力犯罪的機會 大概只有萬分之三左右 一般如果像你我這樣子的正常人 我們又不喝酒 又不飄又不賭 也沒有什麼前科 也沒有什麼精神病的話 大概我們未來四年之後 犯暴力犯罪的機會是大概萬分之一左右 精神病患的犯罪比率 即使是很嚴重的重度精神疾病 躁鬱症 視覺失調症 重度憂鬱症等等 他們的機會 也不過在萬分之1.5左右而已 所以其實就我們精神科醫師的角度來說 重大精神疾病 其實跟我們一般人 他犯暴力犯罪的機率來講 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所以當我們遇到一個很重度的殺人犯的時候 我們腦袋裡面想到的反而是 他有沒有過去我們暴力的前科 有沒有特定那種動機 他有殺烏龜 對 這種殺烏龜這種現象 有時候在網路上面會不會容易出現 這其實是品性疾患裡面的一個診斷標準 比如說常年來會虐待動物 但是這樣子的行為 必須是長期固定這種行為模式 如果你要講虐待動物的話 其實我們一般很多的同學 像我小的時候 我的同學們第一次做解剖青蛙實驗的時候 也是拿著青蛙到處去嚇女孩子 真的要這樣講的話 我們每個人可能都是潛在著殺人犯 基本上他不是這樣子做判斷的 所以說我們精神醫學會 他今天這兩天特別有發表聲明是說 其實完全用病態的角度來看待這位政見 其實對絕大多數的精神病患來講 是不太公平這件事情 所以他不太能夠用精神疾患這個理由 來申請減免刑責嗎 其實這也是另外一個誤解 在美國他們申請這樣子的案例 比如說100個 以律師說他可能有精神疾病 我希望能夠減刑或者是免刑 大概100個人裡面大概只有一個會通過 在台灣我們在做精神疾病的時候 比例也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這樣子的個案 在精神疾病的角度裡面來說 我們會精神疾病是通常都是用 非常嚴格的標準來看待這樣子的個案 所以輕易的用精神疾病來減免刑責 這不太可能 他想要讓我們判死刑有辦法 有可能 因為他如果說今天他的整個情節 你看他整個殺人的過程裡面 他似乎是沒有流餘地 就是覺得說他就是要殺人 而且從新聞報載可以知道說 他就是他知道殺人好像不對 不對受處罰 就是違法性認識 剛剛醫生有講 如果在精神疾病他對違法性不認識 可能就會覺得我殺人是對的好玩的 那個人是對的 他知道有罪還要判死刑 判死刑 所以他知道說這個地方違法性 判死刑要帶很多人到判死刑 所以這地方我覺得這地方法院 不過有時候還是要看法官 你知道有的法官認為說 法院不是讓人家判死刑的激刑 因為人還是有人性的尊 有的法官才能採取這樣的見解 他會盡量去看說他可能好的一面 或者說他以前曾經有一些背景的關係 他照顧給他撿一下 所以症結求死而不可得就對了 對 有時候不要想說 你殺很多人就會求死 不是這樣子 法官有的認為說 他也許前面有一些 他就好像精神上有一點點問題 那後面可能有一點點可以敏訴 他要讓他無期徒刑 也許是這樣 但是這個還是要看整個何怡婷的法官 昨天這個死者都被解剖 那他們解剖發現 就是說症結去殺人的動機很強烈 頭上他用3秒間台死的人 這死的人就是完全都沒有任何 閉目養生 對 都還沒有來得及有任何反應 你只是就命上刀下 然後他用3分20秒殺了28個人 後來是打到沒力了 那他們解剖這四個人 其中第一個人就是第一刀就對心中插下去了 一秒 然後他插下去了 他又使盡全力 然後呢再用把刀身再旋轉 然後上鉤心臟 其中有3個人都是心臟 其中另外一個人是 而且心臟之後還刺穿肝 那有一個人是 這大哥他因為他不旋轉 他刀拔不出來 他拿的只是水果刀 那個刀沒有血鉤 所以他不轉他是拔不出來 但是他往上拔的結果 就是要製造他的傷口更加的嚴重 往上鉤 對 它是手勢嘛 我就是要慢起來 他還有故意往上調 那再來就是說有一個是這個動脈被切斷 靜脈也被切斷 所以血流過多死亡 那所以這個檢察官就認為說 這個人就是這個殺人的這個動機非常的強 因為他如果堵壘 他刀會黏住嘛 所以他一定是要繼續殺人 要用到這把刀 所以一堵壘 黏住又要帶別人 所以那個是 沒有錯 一般刀進去的時候 會黏住 你的肌肉或骨頭會把它夾住 有時候抽不出來 所以為什麼有些刀 所以一般要轉 有些刀可以拔的 那種專門的胸刀 有血溝 有帶血溝 他就可以拔 對 所以常常有時候刀子 曾經看過是刀子斷在裡面的 你夾住以後呢 要扭不出來 要扁扁扁扁扁扁 也有這種情況 所以一般來講他會轉 轉了以後 當然跟我們瑞德哥也講 會增加他裡面的那種 受傷的程度 跟他的寬度等等 增加一些粗血量 這些都是可能的 因為其中一位 死者啊 他在殺其中一位死者的時候 很明顯的把傷口 刀痕傷口稍微拉高對不對 他自己在偵訊的時候有承認 他是故意的 故意的 所以他並不是說只是單純的 因為沒有血溝 我們都知道刺刀有血溝嘛 有血溝才能噴出來 你迅速就拉出來 可是他是故意的 所以故意的跟我們所認知的 美人說的是為了拔出來對不對 他這一定都是故意的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層次不一樣 美人所說的是刺進去 他是為了把刀拔出來 所以這樣子才稍微有那個轉動的動作嘛 那麼他針對部分的食指 他是故意要擴大他的面積 使他無法生存下去 也就是說他非讓他死不可這樣子 所以那個層次是不一樣的 他的可惡程度是更高的 有一次我看過這個嗎 我有看過 我當然不是說為鄭傑說話 因為他真的殺了那麼多人 最無可患 但是我覺得啦 因為我有去問過警察那個刀痕 因為鄭傑他本來是作者 所以他連續在三秒鐘之內砍了四個人 那不是砍 那是刺 譬如說我們在戲的坐捷運 我三秒鐘之內要連續幹掉這四個人 我一定是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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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快 如果你說他有特別去訓練過 知道殺一個人要慢起來 再增加他的刀痕 我認為他沒有到那麼的專業的地步 他只搶球快 美人姐講的是比較正確的 因為警察跟我講說那個刀痕 因為我們都知道自殺跟他殺 那個刀痕的那個斜缺度不一樣 這幾次是正正的 刺別人一定是斜斜的 他說看到那些死者的刀痕是亂七八糟 所以這樣也有斜的刀痕 所以他就是 我可以想像那個三秒鐘之內 很快 那如果說他 真的是故意要把增加傷口 斑斑給他刺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覺得那不是重點 你看他在刺心中 這就是要刺 就是要刺 第二 其實他本來有去全聯去買刀 後來他沒有買 因為他認為說那個不夠堅固 後來他是去另外一斤 去撐一斤 那個大概三十公分長那個刀 而且它是鈦合金的刀 比較堅固 比較堅固 所以你就知道說他要自人於死的那種 動機的頭牆 那個是沒有的 沒有 他沒有想像是 他沒有要跟他走太刺 就是如果說你硬要跟他說他拉開傷口 又把他擴大 沒有要跟他走太刺 人家會倒下 他還要跟他擦一刀 有志所說的這一點 我有不同的看法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他並不是從今天才開始有殺人的念頭 他從這個小學 國中高中 不斷的看什麼呢 不斷的看各式各樣 尤其是以日本的恐怖殺人事件 還有相關的報導 還有推理 也是恐怖殺人事件的推理 還有各式的這個恐怖片變態片等等 他從累積的這麼多經驗裡面 他一定 一定 一他今天會做這樣的事情 他一定長久以來 累積在他心裡面是 我要殺的話 我要怎麼殺 他絕對不會 你要知道 我有訪問到第一時間 跟他對峙的這個目擊者 對不對 他的殺法並不是像我想像中說 只值得殺還是怎樣 他是無預警的從旁邊 就這樣子 因為第一個殺的人 是住在他旁邊的張先生 他根本還在睡覺不知道 這樣過去 他第一時間是在你毫無預防的情況下 所以才會有三秒鐘四個人 然後在這種狀況下 突然間 完全好像在甩手一樣 沒有任何的動作 他為了訓練這個動作 為了訓練這樣的體力 他甚至於已經從寒假跑步到現在了 你知道嗎 他不斷的在訓練自己 對 所以他是有備而來 他所有殺的過程跟他殺的手法 並不是那一天才突然間 想到要這樣做的 你知道嗎 包括持刀的手勢 所以他是有備而來的預謀犯罪 對 所以他 大家要清楚一點 現在有關於各式各樣的目擊者的說法 還有影帶都已經出來了 他對每個人 他這樣從這個車廂過去以後 又八口回來有沒有 包括有的人裝死 不是被刺殺以後躺在地上嗎 他回來 還故意看看你是不是裝死 再補一刀 有的人是說在躲在座椅下面 或是躲在車廂門的玻璃後面 他故意走過去的時候 故意讓你誤以為他沒有看到你 再突然又回來再補一刀 你知道嗎 所以他是預謀性 現在發生的這場悲劇 我覺得醫生的看法 我告訴各位 反社會性人格跟精神病患不能畫上等號 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反社會性人格 我們現在法律是對於心神喪失跟精神好弱 得減輕其刑或甚至於免刑 可是反社會性人格不等於是精神病 他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所謂的反社會性人格 那為什麼他說因為他不敢自殺 所以他要殺人被判死刑 這個是什麼邏輯 等一下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太人敢 太自己敢敢 為什麼嗎 因為他怕痛 我覺得這回答也滿簡單的 其實東海大學他們今天發表了一個給教職員工同仁跟同學的一封信 其實我覺得這信寫得不錯 就是說在大家這麼悲傷這麼驚恐的情況下 感覺上就是說我們正是這個小孩子 他還是我們一家人我們應該來幫忙他 他說過去24小時我們都共同經歷了一段令人震驚遺憾悲傷的一天 我們第一次感受到新聞畫面不只是消息事件 更是如此靠近生命跟幸福的一切 江子粹永遠不只是個地名 而是我們感同身受的時空 意外的傷亡者再也不會是新聞跑馬燈的數字 他們是深深牽動我們悲悯跟淚水的靈魂 同樣的鄭傑同學不僅是一位去年暑假轉入還工系的大二學生 一夜之間我們都發現了在東海的每一個人 無論優勝喜敗都是我們的家人 我們愛著他們卻也不夠愛他們 都是我們的家人 因為是家人所以我們除了遺憾鄭傑同學錯誤的行為 更對社會深感不安 及對無辜的受害人跟家屬表達慰問之意 這個事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學校除了全力配合檢警機關偵辦 更有一些話想跟每一位東海人分享 他說在過去近一個月 學校曾經透過教官跟學生輔導的平台 轉介並了解了關心身為轉學生的鄭傑同學 在過程裡面沒有發現異狀 而昨天突然出現的脫序跟犯罪行為 更讓我們深深了解 其實我們都可以成為每一位東海人身邊的天使 除了可以預防遺憾 更能讓這個校園充滿了彼此的關係 流動著我們的故事 在社會上各種聲音 分踏充斥的此刻 期待我們都開始 多走一步 多看一眼 多聊一句 他可能是你缺課多次的學生 翘少很久的室友 不太往來的同學 或者是一個悶悶不樂的臉龐 走出自己的城堡 給彼此一個開始的機會吧 身為一所大學 學校將同時成立專家委員會 邀請社會學 犯罪心理學 教育輔導等領域的專家 為這次事件所引發今天 大學校園友善環境問題 進行具體而深入的研討 我們多麼不希望此事發生 但若這是必然 我們願意是發生在 我們所深愛的東海 因為我們可以有不一樣的承擔 我們是一所有教育理想 與力量的大學 來自願意彼此相愛的你和我 來自與東海同在的上帝 從六十年前生根 直到如今與永遠 那麼願上帝是我們信心平安跟智慧 並安撫無辜受害的每一個人 東海大學有責任 將遺憾轉化為生命的教育行動 這感覺你也是基督徒 我覺得東海講得非常好 他其實要提的就是說 這樣子的孩子 有可能就存在我們生活的 周遭委的身邊 還是我們的一家人 也是我們的一家人 那麼你說這樣的孩子 他已經造成這樣的犯罪行為的時候 在之前有沒有可能多走一步 大家多看一眼或跟他多聊一句 他從來就是沒有交過女朋友 原來是說他認為他沒有未來 然後他的家裡的人應該也很困擾 因為這個困擾來自於說 他好像沒有狀況 你知道很多小孩 他是平常是沒有狀況的 也不鬧事的 揮揮牌 也不打架的 他只是 宅在家裡 他只是悶 比較點 比較內向 我們從來都不覺得說 這樣小孩是需要更多的關心的 因為他不要鬧事就好啦 對不對 事實上我們常常因為覺得說 台灣或者說東方的教育 那體系裡面 常常讓我有一種感覺就是 只要這個孩子乖 沒問題就沒事了 所以如果一個小孩子 有夠尖 有夠窄 對很多的父母親來說 反彷彿好像是個很好教的小孩子 東海大學 他其實這篇文章 就我個人的角度來講 他確實是有站在一個學校的高度 來提出這樣子的一種呼籲跟關懷 可是一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我是個醫生 我也會講 我要視病有親 我要割肉未陰 我要對每個病人都很好 沒有要求你們割肉未陰 視病如親就可以了 問題是嘴巴上講很容易 我們有沒有這樣子的資源 來做到這樣子的事情 我自己本身也常常會督導很多的 福大老師 或者是諮商心理師 或者是臨床心理師 等等的 我常常遇到很多的 輔導的老師跟我抱怨說 學校裡面只要那種 沒有人要做的事情 最終就會丟到他們頭上來 我最近聽到最離譜的事情是 校慶的那個舞會 沒有人主持 怎麼辦 叫輔導老師去做主持 因為大家眼中 輔導老師你們不是最輕鬆嗎 其實輔導老師可以很不輕鬆 如果說學校把這種 心理健康這樣子的任務 當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做推廣的話 我相信現在全台灣的 所有的大學的 那種輔導老師的能力 都是不夠的 我覺得這只要可以探討 因為 在偵訊的時候 班人也有問鄭傑 他說 你車廂裡面 你如果多的熟人 你會怎樣 照殺 好 他回答是殺 如果是爸爸媽媽呢 爸爸媽媽呢 他囊冷地說 照殺不誤 這也說得出來 然後他對警察說 如果你在車上 我也殺你 有時候他的偵訊的狀況 有時候偵訊的時候 他是不是在意氣 或他真的想 反正我怎樣我就要殺 因為如果他是一心求死 所以我剛剛講 雖然在這個情節 我覺得判死刑是有可能的 但是為什麼說不一定 因為你看他的狀況 有時候他一心 他就筆錄又把自己做最差 我今天就是要怎樣 就要怎樣 就要怎樣 那其實你知道 如果大家可以 都想說他多殺幾個人 可以死刑 那大家以後會仿效的狀況 我只要求死我就殺人 我覺得這個也很 如果大家把你關到不行為止 其實國外很多 讓你關到永遠不得假釋這種制度 其實我覺得也是可以仿效 但是這個 我們不是今天討論的重點 所以我就發現說 他今天這樣講 是他的爭議 你看他的爸 其實他的爸爸媽媽 真的對他有 真的有這麼樣的仇事嗎 也不一定 或他朋友真的有這麼不好 其實我們也不曉得 所以他在偵訊的時候 他講話 我們可以聽 但是是不是能夠信 我們就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那我就回到剛剛東海那個 那個戲裡面 讓我很感動的是 其實如果 我有彼此好的關係 他就會牽掛 就要說人如果有牽掛 我就不敢去做壞事 因為我被關起來他怎麼辦 所以如果有牽掛 我們互相有牽掛 我今天朋友 也許同學 有時候大家真的筆記 借他一下 這個朋友好像不錯 那也許他就會少了一點點 也許就是這樣子 他不講話 因為我要做這件事情 都會想到一些人 你可能就做不下去 就說這個是我的好朋友 這個我以後見不到他 他會那個 顯然是這個狀況沒有 他在生命中少了 他就見過 我覺得鄭姐的心 我現在看起來 還是有點衝突複雜 為什麼 他有說 他說我去讀國防大學 是為了報答我的父母養育我之恩 沒有啊 今天講說 是為了要鍛鍊身體 要完成這個殺人的夢想 沒有沒有 他有講 他有說他要報答父母養育之恩 因為 他有講我剛剛講的那個話 對對對 所以我才說矛盾 所以我才說矛盾 你看他說 他又想報答父母養育之恩 可是他現在又說 父母在我的時候造殺 這個瑞德這不是很矛盾嗎 所以我說他是反社會性人格 他不是完全一點人性都沒有 沒有 所以他平常讓你看不出來 那東海大學今天 對不起我提一下 你剛剛講說平常 不要講平常 他過去也是OK的 因為你記不記得 他讀過國防大學 對不對 他進入國防大學的時候 這個理工學院動力跟系統工程序 原來入國防大學 是要做很多的測試的 沒錯 發現他什麼賴事人格測驗 屬於正常型 然後Basic量表也屬於正常 根據幹部考核跟同學反應 他都是屬於正常 反社會性人格 有一個非常大的特徵 就是他會說謊 他會隱藏住 他自己本身的內心世界 說謊 陳敬興你知道吧 陳敬興如果你看過 他寫的文章跟寫的 他自寫的一首好字 他自寫的非常好 如果你單單看他寫的字 跟他寫的信 這是個好人 他怎麼會是一個淫棍 怎麼會是一個淫魔 怎麼會是混帳 對不對 所以反社會性人格 他會隱藏住他自己的內心世界 然後當然 其實這個不幸 我不太想要苛責 東海大學跟學校 為什麼呢 學校這麼多人 幾千個學生 你要他投入多大的資源 不過我覺得他能夠寫這封信 已經算是很難得了 但是可惜了 為什麼呢 如果能夠多走一步 多看一眼 多聊一句 真的很可能可以 你以為他都沒有朋友嗎 不對的 我們現在報導 不是說他沒有朋友 然後沒有女朋友 沒有任何朋友 錯了 他要行兇前 請問他找了誰 他找了他理性國中同學 他從台中 因為剛好下雨沒雨季嘛 所以本來應該要上學 在台中的 所以因為這樣學校從寬 所以他趁這個機會 剛好下午沒課 就溜到台北來 溜到板橋的時候 他沒有回家 所以他家人根本不知道 他人在板橋 可是他去找了誰呢 他打了一通電話 給他的理性國中同學 約出來在麥當勞 斯漢堡哥那聊天說 他要這樣做 你知道嗎 那個同學苦苦勸他 苦苦勸他 我們現在就面臨 就是問題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還沒有犯罪 這個同學只能苦苦勸他 那也不知道他到底會不會去做 那如果真的 就算理性同學真的去報案 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現在不是有 5月7號網路上 已經有一個人說 大家小心啊 5月21號大家節目 要小心嘛 那是他的血卷 對不對 那為什麼呢 表示他有跟很多人訴苦 五路的自己的 查出來是他的 他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其實他不斷的放這個風向 但是問題是 他說他是剛好沒課才選 5月21 美人我告訴你 因為他本來說 他大學畢業才在做嘛 對不對 他其實有在網路上 跟網友透露他這個訊息 可是你知道嗎 他被網友嗆 有種就去做 這句話很可能就是點燃 那個所有的隱信 你知道嗎 因為你有時候說 你這個俗辣 你也知道你去做 不要在這裡說 這個工程對不對 就沒想到你就把他 隱信給點燃了 你知道 那現在問題就來說 東海大學我很肯定 他做發寫封信幹什麼 可是我覺得蠻難過的是說 按照東海大學的 心理輔導的那個程序 他必須要據名檢舉了以後呢 才能夠正式成為心理輔導 然後他又找請教 是請教官 沒有你也聽 有受過心理輔導 這個訓練的輔導老師去到 現在的輔導老師 我可以跟各位講 不管是大學 像我女兒讀的 國中的輔導老師 都很專業 他會跟你保密 你知道嗎 你所有跟他講的一切 就像神父告解一樣 他會幫你保密 可以得到信任 教官如果來跟我們講 我講坦白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我的黃衛網給建立 因為教官是軍職人員 我怕他會把不利的事情 講出去 教官就相信他 隨便秀一秀筆電 那就算了 是 我請教一下 精神科醫師 日本那個邱月元事件 那個無差別的隨機殺人 那個年輕人25歲 殺人的時候 後來他弟弟在幾年後 就自殺了 那自殺的原因是 因為外面都說 他是殺人犯的弟弟 他的名字叫做 殺人犯的弟弟 撐不起來 鄭傑也有弟弟 對 所以我現在要談 等一下要談的就是說 鄭傑現在他們家 還有三個人 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打算 今天出來道歉 他還有一個弟弟 他們也都不能相信 有這樣的家人 那這個事情會對他們 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等一下我們繼續請教 好不好 來先休息一下 那個人叫家騰自殺 對 然後他的弟弟好像是在 上個月的時候自殺 二月 二月的時候自殺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 剛剛講邱月元殺人事件的 這個兇手的弟弟 在上個月自殺 是這樣嗎 是的 四個多年之後 大概在這個事件之後 六年之後 他的弟弟終於受不了而自殺 那自殺的時候 他寫了一封文情聘貌的信 說明了他這六年來 不斷的努力 想要去跟這個社會證明 我不是一個 具有殺人血統的人 那我不是一個 會重蹈我弟弟 我哥哥負責的 這樣子的人 但是實際上 不管走到什麼地方 不管是他的女朋友 本來錄影結婚家的女朋友 也被女朋友 那個家人說反對 而沒有辦法成婚 他的工作也丟掉了 所以在最後 他終於發現說 我的未來大概是不被祝福的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足夠的 這個社會的認同 所以他最後選擇自殺 這也是我們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亡者一役 現在今天我們去研究 症結的殺人的動機 其實就我們精神醫學的角度來說 我們是要預防未來 可能再有這樣子的人 或者是說 我們要去問說 這事實上有這麼多反社會的人 這事實上有這麼多 可能幼年的時候不太快樂 或者是社交活動不太好的人 但是他們都沒有殺人 我們就找到這種 保護這些個案的因子 使得這種悲劇不會再發生 這才是我們希望能夠達到的一個目的 我們這個社會 應該怎麼去對待他的家人 事實上 對於一個殺人的動機 以及這個殺人的行為 他背後 因為他特別是台灣的第一例 所以今天我們要太早去斷言說 他為什麼會做這種事情 其實各式各樣的資訊都不太完全 也不太完美 你知道嗎 我剛才剛才說自己的小孩去台北人的人 老婆老婆出門都很堅強 對啊 你記不記得事件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民眾講說 這父母是怎麼教的 你知道嗎 這就是很為難的一個地方 這是一種聲音 對 這個北部是怎麼教小孩 這是一種聲音 另外一種聲音就是說 跟父母親也許不要太苛責 可是那個父母親自己內疚 指責啦 指責自己走不出去 你還記不記得 吳正吉女兒被殺害案件 九年後破案 當時兩個嫌犯都未成年 對不對 後來破案的時候 其中黃姓少年的父親 因為社會的輿論的指責 你這兒子怎麼教好不好 他自殺 還好救國了 你知道嗎 那我剛才先補充一下 這個很難兩難 你真的知道你的孩子 現在在做什麼嗎 那內心事件是什麼 我不相信 只要當過父母的沒有一個 你敢百分之百打包票 很多的犯罪 孩子去殺人 或是強盜了以後都說 我兒子不可能做這樣 後來發現鐵證如山說 已經被他們帶去 你知道嗎 那個邱月園事件 也是一個什麼典型 他又是在網路被嗆 你知道嗎 他在網路上講說 我要去邱月園殺人 我要幹什麼 因為他是全日本第一件 即時轉播自己 要去殺人的 你知道嗎 他沿路開車 因為他是妄想症 妄想自己公司要把他裁員 然後上網以後 又被嗆說 我要坐邱月園殺人 然後網友嗆他說 你俗辣啦 你只是敢講不敢做 所以他去租了一輛貨車 買了一堆匕首 然後衝到邱月園去 沿路轉播 我現在快到了 我要去殺人的幹什麼 很多人勸他 你不要這樣做 你說說就算了 千萬不要這樣做 有的人說你騙人啊幹嘛 到了邱月園車一台 下車以後 把所有撞斷腿的 受傷的全部一人一刀 殺了七個人 後來引起日本很大的震撼 因為他的弟弟 在今年二月的時候 自殺身亡 最主要我覺得 也跟日本媒體很奇怪 我們台灣還不至於 那麼變態 日本是一個很奇怪的 壓抑的民族 他不管他怎麼做怎麼躲 日本的媒體都找到 他的家裡的地方給他按鈴 還到他女朋友的 上班的地方給他按鈴 然後弄到後來 本來女朋友可以體諒的 到後來女朋友 跟女朋友的家長 都沒辦法體諒 所以他只好說 你們媒體不放過我 我自殺這樣子 可你知道邱月園事件 讓日本的政府 跟日本的警示廳 做了一個反省 為什麼呢 第一 匕首不可以 那麼容易買到 所以從此以後 日本對匕首 就類似我們的槍炮彈 要刀卸管制條例 匕首列為嚴格的管制 而且他們規定 5.5公斤以上的刀卸不准帶上去 我們要注意喔 過去我們曾經 把藍波刀列管 現在藍波刀 已經沒有列管了 你知道嗎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因為這個事情 它是預告犯罪 對不對 有的預告犯罪是 風刑 你知道嗎 假的 可是問題也有可能是真的 所以預告犯罪 後來 有一個工程師 日本政府本來打算說 我要播多少的預算 我要用多少的時間 才能夠去做一個網站 預告犯罪 因為很簡單 你只要一打 預告兩個字 所有的全部出現在這個網站 結果結果 日本工程師 兩個小時 現在我們上去查 還有 他把所有日本的 有那種變態想法 預告犯罪的網站 全部都分類 然後非常清楚 警方也可以參考 當然不是說 不是說一定我們台灣 也要去做這個 而是說 在一起政結的時候 我贊成醫生所講的 政結已經發生了 我們 你知道社會上 現在還有多少個 政結第二第三嗎 還有 只是那個炸彈還沒有引爆 所以我問一下 蘇律師 因為我看到 有一位死者的家屬 他在出來以後 他就說 一定要他負責 一定要他父母先負責 是那個兒子 什麼兒子 把我兒子負責 類似這樣的話 那負責大概 一定我看是賠償 對 那就是說 兒子殺人 父母親 一定要賠償 不用 在這個案子是不用 他二十歲了 滿二十歲的時候 要自己負責 所以政結已經滿 超過二十歲 但是二十歲 還沒滿二十歲 例如說十九歲 十八歲 那父母親可能 就要連帶負責任了 所以張爺的老爸說 賠都賠不完了 一毛錢都不用賠 所以應該是不用賠 他只有道義責任 所以我們剛剛講 他這個預備的部分要注意 其實如果聽到這樣的 預告性殺人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判斷點 例如說他已經去買刀 他跟朋友說 我刀不好了 那個時候警察是可以抓 因為預備 殺人罪 預備犯罪 法律上你說你紅刑的 很難說有人亂講 那是真的假的 可是如果說他說我已經去買了 我告訴你 買了就可以把他抓起來 就兩天以下 他有講說他要殺人 然後又去買刀 這個時候其實他就是預備犯了 已經犯罪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檢舉了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檢舉 警察要抓 所以雖然是 因為他沒有 那預備犯犯什麼罪 殺人罪的預備犯 那是不是多重 兩年以下 因為他沒有動 他只是說我今天去超商買刀 那我跟人家講說我要殺人 那他朋友知道了 警察可以把他媽媽抓起來 因為他已經買刀了 那有沒有可能 他真的沒有那個意思 可是被這樣子大陣仗處理之後 他就繼續回去 然後就更暴怒 不過這個東西就很難說 很難說 但是因為你為了預防 你要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不要 你連買都不行 你買得測測 但是美人的顧慮是對的 但是也有一個警方這邊的想法就是 我至少可以下下嚇阻你 那因為你已經被我鎖定了對不對 你可能會因為這樣不去做 站在警方的立場會這樣想 那只是講就沒有關係 只是講話也還是有問題 你如果說你說我要殺人 我要殺人 然後我就告訴你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等於是他就預告讓大家很能心惶惶 恐嚇公眾安全罪 恐嚇公眾安全罪 所以你今天我恐嚇說 我就要殺那個 我就到哪一個站 搞不好他只要講哪一個站 我就去殺了 這有刑責的 而且甚至說 如果你說我情節比較輕微 社會秩序維護法也是有責任 按照最後有逃成功的 但是在等待倒暫停 警察來 他說那個一分鐘超過一年的感覺 對 沒錯 等不來 等不來 好漫長 好漫長 對 所以一般來講 人在緊張的時候 像有時候發生一些緊急的事情 在等消防救護人員 在警察的一分鐘等一年 這個心態我想大家都可以體會 你想到五分鐘好像人間地獄一樣 那等待的多痛苦 那完全都是他主控整個現場 看你怎麼在那裡 我就要倒下去 東海大學講說 姜子翠已經永遠不只是個地名 我覺得姜子翠好像以前有發生 分屍案 張明峰被分屍案 姜子翠很有名 這是民國六十幾年的樣子 對 沒有錯 民國六十幾年的姜子翠分屍案 所以姜子翠的那個案子 已經都被淡忘 現在又新的一個 在發生在姜子翠捷運站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情何以看 那一段其實並不是台北捷運最長 最長是松山機場那一段 但是它是板南線最長 然後最可怕的是 因為它是開放的空間 所以它車廂跟車 它等於就是火車 所以它車廂跟車廂 直接沒有車門 所以它可以從第五車廂走到第四第三 又回來了 不斷的再來回的穿梭 它是計畫犯 沒有錯 所以它其實已經先從姜子翠 坐到國庫紀念館 它為什麼坐到國庫紀念館 它坐到國庫紀念館下來以後 看捷運警察上了前一班 它知道 所以它其實是預謀犯罪 它已經在那邊等人 它早就知道這一段捷運警察 捷運警察會在國庫紀念館站上去 上去以後 我這一班就保證不會有警察了 所以它可以用殺 那它的時間 為什麼選擇在那個地方 那個時間 因為再來的話 下班人才會很多 它走動不容易殺 這件事情 讓我非常大的震撼 因為我太太那一天 剛好到台北 幫我送眼鏡過來 我知道這個訊息 我太太人在捷運板南線上面 後來我太太跟我耐的時候 我一口氣才鬆掉 她在哪裡你知道嗎 她在 她的車停在龍山市站 她的前一班車 就是發生事情的這一班車 我太太說他們的龍山市站 已經啟動了 停 你知道嗎 馬庫 馬庫 然後本來是說 前一站有人受傷 大家稍等 幾分鐘後告訴大家說 我們列車到這裡為止 請大家下車 我太太說他一下車 對面 那個江子翠站的那個對面 來了以後門打開 全身都是雪的 你衝出來一堆 然後很驚慌 很驚慌是說 有看到 然後那時候整個龍山市站 你不要以為只有江子翠站而已 龍山市站整個荒城一團 因為一大堆人對不對 擠在那邊 然後出來的人 他說一個六十幾歲的歐尼桑 很警察還會發抖 然後趕快打打打打打 跟他太太說 沒了沒了 沒了沒了 太人啊 太多人怎麼這麼恐怖 那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在這裡必須 我們的財政部長亂講話 其實說沒有人建運勇為挺身而出 有多少的人 你看那個錄影帶裡面在車廂 拿著那個 已經受傷了那個 那個中年的 中年的男子 還有一個白頭髮 四個男人保衛住後面的女人 跟他這樣對峙嘛對不對 然後後來 他本來打算是出來的以後 要到對面的車廂坐 又回來殺 你知道嗎 那他本來要過去了 結果是 現場有人 因為這樣子跟他搏鬥 拿東西砸他有沒有 拿那個書報架砸他嘛 吸引住他的注意 否則他還在那邊 對面剛好 你不相信 你去看那個影帶 對面剛好有一個 車廂在那邊等 他本來要進去了 我是感覺說 事後 不要在那裡說那些話 因為你人不在現場 你就不曉得現場有多恐怖 沒有錯 所以我跟各位講的原因 就是因為 連我太太太後一班 他都會驚慌成這樣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那種 你沒在現場 你不知道他多可怕 你太太也千斤一髮 對啊 所以他買什麼送他一個禮物 結果受害者是你 先休息一下 這個是很害怕的 王醫師 鄭傑的爸爸媽媽 應該要出來道歉嗎 可能有人會說 道義上應該是需要 那如果說他們父母親 真的在因為道義上的考量 而出來道歉的話 我覺得我們反而更不能去可責 這樣子的父母 因為其實 症結父母的教育這些小孩子的方式 跟絕大多數一般爸爸媽媽 教育小孩子的方式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兩樣 叫他們要認真 要認真 要認真 所以我想這也是群眾 會這麼恐慌的原因之一 因為大家都覺得 會把自己內在的父母親的焦慮 投射到這樣子的事件身上 我們都已經這樣教小孩了 其實這個父母教的也還可以 還算不錯了 怎麼還是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是 這個 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警察有打電話給家長 對 那媽媽呢 媽媽就說 這是詐騙的 真的 靠coding 對不對 那 這個等到他打電話去東海大學的時候 問說 鄭傑咧 說鄭傑沒有在學校 那時候他才知道 欸 是有蹊蹺 然後去到警察局才發現 哇 原來兇手真的就是他兒子 他爸爸都快要昏死過去 沒錯 沒錯 所以 爸爸有講說 鄭傑其實就是個宅男 也沒有什麼朋友 宅 等一下問一下醫生 宅是一種精神狀態嗎 其實原本就我所知 日本宅的意思是 專注在某些特殊的事情上 所以比較不會去理會其他的東西 有時候我們想 某些大人也叫做宅 那在台灣的話 我們好像把某些 關在房間裡面 重度依賴網路的 這樣子的人 叫做宅 但是實際上 這並不代表著 他就是一種精神疾病 他往往只是一種 人格社交上面 比較畏縮 比較退縮的狀態 你有凱基在研究宅這個行為嗎 影響的那個 其實最近這幾年 關於網路上的研究 是相當的多 包括電動玩具 怎麼樣去影響人 或者是社交軟體 怎麼樣去影響到人 可是 必須要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網路的那種電腦 或者是各種城市軟體的 適當的分級之下 並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說 這一類的那種電動玩具 會去影響到 或者是增強那種大人的暴力風險 因為有的宅到是連門都出不了 他這個是至少還有上課 我大概在 我記得我應該是六七年前 那時候我曾經在某一個節目上講過一句話 然後被主持人笑 我說現在的那個 因為那時候跑了好多 那陣子好多那種年輕人殺人事件 然後我就講一個理論 我說這些年輕人 已經把網路上那種殺怪 打怪的那種行為 已經把他認為說是一個 已經他每天要生活的現象 他覺得他可以reset 他覺得這些怪不是殺一殺之後 重新來就有了嗎 然後這些他們 你看那些神怪 什麼神魔之塔 什麼那些動畫的第一個 那個畫面一定是這樣殺 手上拿一個彎刀 拿一個鐮刀 拿一個什麼刀 然後拼拼的砍看看 血這樣噴 我不知道醫生是不是認同我的這個觀念 但是我當初講 講完之後 那個主持人跟我講說 你太唬爛了吧 那怎麼可能一個虛擬世界人 打一打電動到世界上會來 限制世界會來殺人 後來警大的犯罪犯罪心理學 曾經針對年輕人對網路的研究 經過分析 他們認為你長時間 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media society 你看他那些年輕人是掛著耳機 那代表你看不到 聽不到其他東西 眼睛只專注在那個螢幕上 他的人生就是那樣了 當他已經習慣性的 那個亢奮的 一直按 一直按到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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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 那個後腦槍是整個緊繃的 當緊繃那個地步的時候 他突然一放鬆到世界的時候 還退不下來 他會繼續再往那個路去走 有自己講的真好 你知道嗎 他們 中海大學他們三個人住在一起 鄭傑跟三個同學住在一起 然後他們起先寫的門簾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 躲在棉被 也要滑手機 一大早起來 就要打電腦 然後 這個橫批是打死不治療 是迷到這種地步 我現在在家裡面 跟我兒子跟女兒吃飯的時候 我們家有一個規定 所有人都不准帶手機 連放桌上都不行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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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很好嗎 很好的教育 我剛才講這個 我還要看到 因為我之前在前一陣子 曾經跟一個 你如果沒那麼整張 要吃飯的時候 這樣啦 稍微吃稍微看 稍微吃稍微看 有一個朋友吃日本料理 他帶了小孩來 兩個人 他是一個軍人退休 跟這個家庭很像 這個鄭傑他也是很單純的一個家庭 爸爸媽媽很努力的賺錢 他是軍人 然後他帶了他小孩子來 哪一個男的 空無有力 然後我們在日本料理這樣 對對吃 然後他就站在我們前面 開始從頭到尾都一直打 一直打 然後我本來第一個想法 跟大家都一樣 這個小孩這才有很多事情 大家大人在說事情吃飯 一般的小孩 我們期望的 我們期望的 我們期望的小孩 是不是應該要溫良公檢讓 阿伯阿伯 你有怎麼樣 什麼什麼什麼 不能拿手機 不是 他從頭到尾這樣刷刷刷 我剛才是很討厭他 非常討厭他 然後我就看那個 我就暗示說 阿伯阿伯阿伯 你這個小孩 要把他刷刷一下 跟叔叔講話一下 好好好 然後講完 他又繼續打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說小弟弟 你要不要跟叔叔講個話 你知道那是什麼眼神 那是鄭捷看你的眼神 鄭捷看你的眼神 沒有錯 我跟你講 我說我剛才看到那些 那個文章 我跟學校的文章 他給他說家人 我剛才忍住 一直都不想要 我覺得大家對這個社會 這個小朋友壓力給他太大了 大家全部都把他妖魔化科子化 他是我們的小孩 他是在我們活在這個空間 大家都應該對他負責任的小孩 大家忘了他 他只把自己的心思放在那個東西上面 你看那個小孩看我的眼神 我就彷彿看到鄭捷 那個多可怕你知道嗎 我只不過打斷他兩分鐘打電動 他眼神飄過來是 幹嘛 他爸爸才罵 怎麼對叔叔這種態度 如果把這個放大一百倍呢 是不是就是鄭捷了 我們關心過了沒 我們在網路遊戲上 政府你做了什麼 你有沒有去跟他限制說警語 其實砍殺的東西有警語 我是不是要在說網咖上面 他有分級 學校是要在做網路道德教育 我又不認識你這個叔叔 你要我期待我跟你講什麼 沒錯啊 我如果很會跟你講話 而且是那小孩幾歲 16歲多 剛剛的叛逆期前後 對 那我覺得是 父母可能要跟他講清楚說 這次會跟一個叫羅友智的吃飯 你要表現好一點 不然他在電視講 你就完蛋了 真的講出來 我跟他說可能 再來他是不是很心不甘情願的 來吃這頓飯 他是被逼來吃這頓飯 對 在這個時候我們必須要回過來了 回過來友智的這件事情上面 為什麼呢 你的孩子是賠你應酬耶 他需要應酬嗎 那他是賠你應酬 被逼的賠你應酬 當然我們必須跟他溝通好 我們都認為說 做父母就要去吃飯 那我當然也是要帶我的孩子 一起去吃飯 那你可以跟他溝通 可以溝通好 今天大概怎麼樣 好 可是他是賠你應酬耶 所以他是很無聊的你知道 他不會說 現在的孩子不會說 因為來吃大餐 好高興好高興 一起加入你們談話 或是很仔細的聆聽你們 不會耶 他會覺得說 夠無聊 然後我這邊坐一兩個小時 你們大人講那些我都聽不懂 可是我覺得 你要跟小孩講 還有就是說 還有就是說 不要把宅跟打電腦 連線遊戲 俗稱打怪 污名化 這是不對的 我相信有字也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確實 我們必須要提醒 就是說 因為很多的孩子 我孩子也有在打怪 對不對 但是我們會跟他溝通 打怪 很多的線上連線遊戲 你要去打什麼殭屍 打什麼怪 有些是過於暴力的 我講真的 鐮刀砍下去 那個血就噴出來 東西亂 身體亂炸開亂飛 對不對 你要跟他溝通 有的東西這樣玩不好 或是你要跟他玩什麼 然後可是我必須特別提醒大家 就是現在雖然有警語跟這個分級制 裡面現在有很多聊天的那個空間 對不對 很多人是在裡面對嗆 你知道嗎 對嗆 為什麼特別講對嗆 這幾件案子 邱葉元也好 那個鄭姐也好 好幾件也好 都有對象的現象 對不對 而且 無差別殺人事件裡面 發生了很多件的兇嫌 確實都有在線上 玩遊戲沉迷的這個現象 線上連線遊戲不是錯 可是問題是 他們都有這樣的現象 我們就必須要去研究 怎麼預防 我想先問一下 就是說有網友竟然講說 板南線你負責 淡水線我負責 這是不是預謀 這個應該就是說 他可能是說大眾 他會很緊張 如果講出來的話 可能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有沒有符合預謀 預謀要犯罪 沒有不算預謀犯罪 你講的不算 如果說你講了之後 然後不但 可能這個預謀計畫的程度 或你買東西的程度 這個比較會容易構成 那造成他人之恐慌呢 就是有 這個地方恐嚇他人 恐嚇公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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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散禍讓公眾危害安寧的 是不是有一個說 淡水他要負責 他跟女朋友的對話 他女朋友覺得不安 就把他轉po上去 來 我們先休息進行 那他就說他開玩笑 有的時候是小屁孩 但是有時候 不知道那個事情的眼睛 好 剛剛王醫師這樣聽 我跟瑞德大哥在講 你有什麼要跟我們那個 其實就像剛才 跟你請教一下 我們有沒有什麼 不對的地方或者是 沒有沒有我覺得 像是瑞德大哥跟人姐 你們講的都很好 而且都有一個很共同的重點 就是不管是瑞德大哥 他在分析這個孩子 他的感受是什麼 他有試圖要去了解這個孩子 他的主觀的感覺 您剛才也不斷的在那邊說明說 你如何的跟小孩子做溝通 所以我常常在講 教育小孩子 即使是到青少年 是需要資源的 可是這個資源 不是爸爸媽媽買最新的iPad給你 不是提供你可以刷多少最好的遊戲 因為有了這些電子產品 教養小孩子變得格外的容易 為什麼 因為這些電子產品 會吸引這些孩子 丟給他 他就在那邊乖了很久 無敵是這個乖 到底健不健康 到底有沒有可能發展成病態 這不是我們不能 我們應該要去注意的一個重點 王醫師 對不起 我再請教 其實我和我的孩子 如果你在討論 其實我比較不喜歡的答案 就是他們跟我講說 那些不可能 那些不好 這樣子 那個不需要努力 那些不需要嘗試 我不喜歡這樣的話 因為我覺得放棄 就表示他對這個事情 就沒有追求 那這個鄭傑 他有說 他說生活很累 凡事都要努力 他說他沒有女朋友 他還是個處男 他講 我是個沒有未來的人 我覺得這句話很關鍵 就覺得自己沒有未來 所以你還幹嘛再努力呢 這樣 那我們怎麼去發現一個人 他覺得自己沒有未來 重點就是在於溝通 其實曾經有不少的記者朋友問我說 爸爸媽媽很焦慮 孩子的臉書都不讓他加入 我覺得 封鎖 是的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其實做父母的 或者是其他人要去理解 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孩子 他不讓你有這樣子的溝通的管道 到底是你們原本的溝通型態 出了什麼樣子的問題 那如果能夠在這一點上面 能夠找到溝通上面的關鍵的話 才比較有可能進一步去處理他的 麻煩事情 要不然的話 就會變成像正傑這個樣子 我們常常講 智商商人是一種最糟糕 但是也是最極端的求救的方法 那你覺得 我覺得如果你這個父母 你沒有 你先問你自己 你進入他的臉書 你能不能忍得住 不批評不指教 不阻止不謾罵 你做不到我勸你真的 你真的不要加入他的臉書 你們反而關係會很糟糕 你會驚的 你會抓狂 你知道嗎 有效溝通的一個最重要的開端就是 先不要做批判式的回答 能夠先敞開你的心胸 了解這個孩子他的想法 這點是最重要的 那些外面的父母說 都向我封鎖 我要知道他就要討過什麼人 很沒面子 不是都這樣嗎 我們的孩子也不准我們加入 全部封鎖 你知道嗎 我太太好不容易強調孩子 一定要加入 有一天突然間發現 我被封鎖了 就是孩子嘛 那我們當孩子的時候 不是也這樣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想要暢鎖預言 跟我們的朋友 那你有父母來的時候 我講話就會有所掛愛 因為我怕你落地把他說 你不能說你是為我好 為了關心我 結果我要講什麼 跟朋友講什麼都不能講 對不對 將心比心嘛 那政決事件發生 馬上有四個事件 一個是在聖約翰大學的男生 他就說把男獻給你 淡水獻給我 那有一個是這個去找 看守所找他 19歲 說是他的這個粉絲 請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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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殺人 甚至於他還說 做一顆炸彈比較好 其中有一個也在說高潔 對一陣 夜市要比較多 這樣 而且鄭潔的粉絲團 鄭大哥 本來按讚的是說有八十幾個人 大家在問事件剛開始的時候 就有人成立鄭潔粉絲團 這已經匪夷所思了 然後再來有人按讚 我記得剛開始看到八十幾個按讚的時候 網友其他人就罵到翻掉 現在兩千個 崇拜他 他有崇拜者 實際上其實如果用這樣子的現象 我們會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問我們自己的話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能夠快樂 能夠歡笑 能夠愉快 但是恐怖片還是照樣有人拍 還是照樣有人賣 那我常常會覺得有點怪 或者是會不會有些人覺得很奇怪 你去看那個殺人的恐怖片被鬼嚇 那那麼恐怖的事情 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人 會想要去買票進去看 其實那個票多可惜 看到最關鍵的時候 然後再看還有 躲在男友的懷 我猜幾年 那時候還是想看 其實驚嚇興奮快樂愉悅 這些東西 他在內在的神經上面的生育反應 是非常類似的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人會去追求那種興盛的感覺 但是他選擇錯誤的方向 那我意思是說 這些人 會不會是另外一個症結 或者不同程度的症結 他可能是會有那種copycat 模仿犯的這樣子的效應 但是他跟原版 他是不太相同的 但是追求那種別人的注意 那不管好壞 這樣子的心態是非常類似 恭喜再來 我現在我也不曉得 我兒子或我女兒 是不是加入症結那個什麼粉絲 我的意思是 我有把握說小孩子不會 對不對 可是我們家長質問 你怎麼知道你的小孩子 有沒有加入症結粉絲 你根本不知道 因為網路世界 有的粉絲團要按讚了以後 才可以留言 那線上的 不過這一次我們要非常的警惕 為什麼我認為這一次 因為證據比較充分 要趕快速審速決的原因是 因為避免模仿 因為不管症結他心裡怎麼想 他要犯死 那是他的事 但是我現在講的 並不是針對症結 而是第二個症結 第三個症結等等 不能再發生 那他也不一定會在捷運殺人 對 台鐵在2009年的時候 發生在那個第一次火車廂裡面 只因為 懷疑說你瞄我女朋友胸部這樣 豚子拿來 坐在車廂裡 那大學生給殺死了 要小心模仿犯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知道 秋葉原殺人 無差別殺人事件對不對 發生了以後 17件馬上就模仿作案 然後在網路上在哪裡 最小的才國小而已 日本政府嚇了一大跳 馬上進行搜尋 馬上就該抓的抓 該判的判 該幹什麼 為了要惡阻他模仿犯罪 真的會模仿犯罪 以前不會這樣 以前不會這樣 這一次竟然有人 直接跑到看守所去 以前啊 就算你反社會性人格好了 就算我真的是個壞蛋 我想模仿他 我會怎麼樣 我會放在心裡面頂多屁屁這樣就好了 這一次真的有人到了看守所去 事件大條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一定要趕快防範他的模仿 因為美國在1999年發生過一個事件 就是那叫科倫拜事件 科倫拜他是個高中 他有兩個學生他拿槍掃射同學跟老師 沒錯 傷亡非常慘重 可是呢 後來再發生那個槍擊掃射事件 很多都模仿說那個科倫拜是他們的英雄 沒錯 進入他們的這個電腦以後 那後來也預防了幾次 就是說 哇他本來已經準備要掃射了 可是呢還好有這個查到 可是查到以後發現 他們的電腦裡面也是把科倫拜 那兩個同學當成英雄 沒錯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從科倫拜事件來看 其實鄭捷這個事件 其實在台灣被模仿的可能性是很高 對不對 對 事實上是這樣子 我們在報導的時候 或者是在評論這個事件的時候 如果能夠轉向盡量的去了解 或者是描述 或者是關心受害者的感覺的話 那其實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引起大家 共同的記憶 捷運他是台北的驕傲 這條捷運線上面可能會有很多很多人 在這邊來來回回 其實受害者他的家屬他的朋友 可能都還是要經過這條很重要的那種交通路線 來上班來上學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如果我們能夠讓大家 轉過來去關心這些受害者的感受 然後去彌補這個傷口的話 這其實可以推導另外一個方向 我覺得這一次 我覺得已經有集體創傷的感覺 因為捷運這兩天的運量 就是叫平日少七萬人 對 不過這種現象只是暫時的 慢慢慢慢被恢復 我覺得大家在經歷這個創傷 對 我覺得這一次在江子翠捷運站 因為我之前就住在捷運 江子翠旁邊 所以捷運板南線 我的太太跟孩子們 每天都搭捷運板南線 所以感受特別的深刻 這一次發生了這個案子以後 在捷運江子翠站有很多的自動自發 包括我所非常尊敬的徐世榮教授 都去獻花在那個地方 然後江子翠拍手的所長也是去獻花 聽說有網友發起一個 好像是5月31號吧 然後不管你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替他們祈福 替他們追思等等 因為這個不行的案件 我們從來沒有料到它會發生 所以告訴各位就是說 台灣的治安其實很好 台灣的 包括台北都是友善城市 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 可是發生了這件事情以後 對我們國家的治安打擊非常的大 但它是個案 可是我們的指標性案件 不斷的恐怖化 那就表示我們其實有一些問題 是目前還沒有浮出檯面的 我們集體為被害人祈福 我們不是說一味的苛責 鄭捷跟他的家人 但是我們一定要去了解鄭捷為什麼 就好像當年一定要做陳靜欣的心理 心理師進到犯罪心理師進到監獄 你們跟他聊天跟他對談 做成資料以後我們才知道 他的成長背景是怎樣 他為什麼會反社會性能格 我們必須怎樣預防 那為什麼他殺到最後 他後來他是有把一隻刀子丟掉 他是被人家制服嘛 搶下一隻刀子 但是有另外一隻刀子丟掉 他殺到最後你看那個畫面 在車廂 尤其你看那個雨傘在對峙的時候 人家跟媽 新聞是說 他被大家的那個罵聲嚇到 你看他拿到的樣子是已經 沒力了 已經殺到他連自己都腿軟了 他自己都已經沒有力氣再殺下去了 說實在 但是他本來計畫他從第一節 他真的是像大家講 他能一路往後面去 但是他高估他自己 到最後還是沒力了 那我覺得 我看到他出了車廂之後走路也是晃 對 他就已經精神患散 我覺得他已經長時間的那種精神的緊繃 還是說你計畫什麼 要去做一個事情 好像要去付一個大義 結果做了之後 他做完了 他整個都... 而且他犯罪心理也很奇怪 就是說他對那裡有一個車廂這樣抬 還抬哪裡回去 還再往前抬 為什麼還要抬哪裡 我覺得他就是想要把他自己 這麼多年計畫的東西 一次把它解決 一次把它解決 我能夠殺到多少人就多少人 只是他高估了 洪宜這個問題 你問說為什麼不直接殺到地 因為很多人擠在那個地方 他有說 只要你有積極抵抗的 他就不跟你搏鬥 他專挑那個不能搏鬥的老弱婦孺 年輕人是因為在睡覺 所以他先殺旁邊的年輕人 我告訴你 有一位陳家惠 他是先按警鈴再播119 結果他被鄭杰發現 猛砍他四刀 於是他突然集中生肢 就跟他喊話 他才收手 他整個過程是說 他聽到有人尖叫 抬頭一看 有一個男生拿刀 一個個砍向他身邊的乘客 於是大家就邊跑邊退 還有人跌倒 邊叫 也忘記他跑過幾截車廂 結果他說有人喊 按警鈴 他馬上衝到車門邊 去按緊急鈴 那根本來不及 透過對講機求救 只按了 因為可以跟列車長對話 沒有辦法 於是就為了逃命 繼續往前跑 因為他一直揮刀 他就轉身 背對兇手 然後他就趕快先撥打119 因為剛剛那個沒有辦法對話 他就撥119 結果被發現之後 就從他的後背 右手跟左邊各砍一刀 然後回頭 所以他現在在台大醫院 他是右手筋 好像是斷了 而且他就拿出折疊刀 要打算刺胸口 所以他都會刺胸口 就是要用戲 所以這個時候是 他跟他講了說 你已經砍我四刀了 請你不要殺我好嗎 他突然講了這句話 陳嘉惠 所以鄭傑竟然就放過他 繼續往前 對 所以也就是說他 剛剛講的沒有錯 對著說你有反抗的 好像就還有一點機會 有反應的 對 通常會那個四個死亡 都是來不及反應 就被射到動脈、心臟 其實這個是叫做野狗反應心態 像那個有一些比較兇殘的狗 對不對 如果你看到牠跑 牠就會咬你 如果你正面對著牠 有那種反抗能力 牠會猶豫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等於說給我們大家一個經驗 是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了 好 好 我們今天有找到阿先生 這個資深的警官 那這次有人被殺了 那有人是抵抗了 其實很多人就討論說 除了靠警力之外 其實還要靠自己 那像阿先生 你覺得這邊這樣 你會怎麼處理 我的看法是這樣 你在現場喔 對 在現場 如果我是在現場的話 首先我們必須去衡量 衡量就是說 你有那個材料嗎 你有沒有學過相關的技術 那你跟牠對視的時候 或是你看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有沒有這樣的 等於是你的能量 跟你的技術 有沒有cover過去 就是說你可以贏過牠 我必須要有 視牠於死地的決心 我如果要殺死 我一定要給你死 那種決心 不然牠就給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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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話 沒有學過的人 或是一般的民眾 我真的不建議你去刺激牠 因為你刺激牠 你打到牠沒問題 牠像我都給你 隔幾桌下去 我最近都想說 我是不是出門都要穿有皮帶的 我抽皮帶出來 皮帶 其實我們身上有很多武器 可是大家都慌了 沒有想到 牠一定不會殺你 因為牠以為你要脫褲子 比你的美色有可能逃過一切 所以那一天 那一天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用 第一個很多 為什麼會無言呢 你真是 我真的想說 皮帶會有一點 皮帶頭 皮帶頭是很硬的 可是大家知道嗎 鄭捷牠是跆拳道兩段的黑帶高手 好啦好啦 那你說我還是脫褲子比較有效 是吧 你會驚嚇到牠 所以一般像這種狀況 皮帶怎麼會笑 皮帶有沒有用 皮帶有用啊 當然有用 但是你不要 要拉皮帶的時候 那個過程它已經砍你三刀了 那你要衡量那個時間 你夠不夠解開 像我們的衣服也很好用 可是你不要衣服要脫脫了老大天 它已經給你五六刀了 衣服可以捲起來 不是捲起來 第一個你如果像手會受傷 第一個是手 如果你是包住的話 你擋刀的時候 它不會受傷啊 因為但是你擋刀這樣擋的時候 我們所謂抓刀 最主要基本抓了以後 手就整個會 我們看到很多 這叫抵抗傷 他這樣抓下去 要滾下去 要整個手會斷去 有的說不定基件什麼都會斷 所以你用布包起來 第二個如果都砍過來 你剛好衣服 你整個把它手包起來的時候 包起來的時候還是有用 你再用腳啊等等 或是大腳去攻擊它 但是一般呢 我不太建議說 你沒有這種技術 也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的時候 你唯一可以做的 還有機會的話 所以打龍照嘛 這是人性 這個不能怪說大家怎麼 打一零照 可是跑的時候 有一個最危險的就是 會跌倒人 會殘忍 這個在很多的暴動事件 都發生很多這種 那不是叫打血 那叫打血 所以如果身上有背包 應該也是很好 對 背包也很好啊 背包如果說 你背包買了可以當這樣子 對 弘毅你知道嗎 這個是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有一個爸爸在昨天 事情發生了以後 他的女兒背了個背包要出去 爸爸拿一個東西說 女兒你等一下等一下 這個東西放在你的背包裡面 女兒春暮結色覺得不可思議 你知道拿什麼嗎 書 砧板 砧板 那他砧板幹嘛 放在背包裡 萬一有人刺你的時候 拿這個東西去擋啊 你知道我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 你知道嗎 那一定是你啊 還有誰 不是啦 我怎麼可能做這種 女兒拿到公司了以後 然後就拿出來 那同事問說 你拿個砧板幹什麼 後來大家去買水果 來切雷霧 但是你就知道那種害怕 但是背包是對的 可以擋 那個尤其是像有志這樣西裝 或是我們的夾克對不對 對 手這樣捲的原因 不是叫你去跟他打 打不是 是萬一他要切割你的時候 有一個空間可以擋 還有 其實把那個西裝外套什麼東西 甩了以後 你有看過黃輝宏的電影嗎 起來笑你知道嗎 叫那個圓女跟你的皮帶一樣 你也是夜問看太多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我告訴各位啦 像我們以後 以前當特種部隊的時候 遇到這種 秦拿樹 哈 然後就跟你幹 為什麼要哈 你知道嗎 哈的結果是要嚇阻 所以你們要發現那個影帶 當他殺了很多人又回來的時候 到了最後一個車廂 退無可退 幾個中年男子拿個雨傘 已經流血了 不要過來 不要過來 有沒有 那其實有嚇阻 而且集體在一起的時候會凝聚 他那時候已經殺到眼紅 但是他的體力也耗了一半以上 是 先生那個什麼 滅火器應該也很好用 滅火器可以 滅火器 基本上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你要拿滅火器 所以你要很熟悉 所以你要 一直要看那個間距 就是說 你在旁邊 你可以拿滅火器 還沒拿出來 可以噴 可以噴 所以你要看遠遠來了 你就準備 而且你知道怎麼做 怎麼好燥 而且來的時候 你就衝過去一噴 那個都有嚇阻的作用 我覺得我們現在真的要有 就是說 防患未燃嘛 對不對 我們真的要有一些討論 不是說 要去刺激昨天 反應的人 是萬一遇到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 因為這次會死傷這麼嚴重 所以大家想都沒想過 把險塞講得最好 把險塞講得最好 是在沒有辦法 我毫無退路 我死路一條的時候 我就跟他賭一把 跟他搏了 賭一把的時候決心 為什麼他會 阿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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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有沒有那個雨傘幹嘛 雨傘那個尖的地方 是 我跟你講就好像 刺槍樹的意思一樣 那你要拿那個地方 你要拿 你要打蛇打七吋有沒有 拿雨傘的最尖端 前面一點七吋 好死力 我告訴各位 人的幾個弱點 我現在不是叫大家去犯罪 不過正常人 你不可能拿去刺槍 去吐人 在救命逃無可逃 毫無退路的情況下 人有三個弱點 尤其是男人 臉部 肋骨下面 然後還有他的下當下體 這個三部可以這樣戳 要不然 就把雨傘倒過來 倒過來變成什麼 一個勾 勾可以幹什麼呢 你要把勾打的時候有沒有 可以把 如果萬一打到手掌的話 刀可以下來 要不然也可以把它勾到他的刀子 我覺得阿賢再講一句話非常關鍵 就是你要置他於死的決心 我說在座 大家都是正常人 說實在的 你說捷運上那些人 也都是善男性女 你真的有跟人家打架過嗎 在座 我問你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蠻壞的 以前人生打過 我第一次 第一次代表人家 那個頂高級 我不知道 因為大家沒有肢體接觸過 你不曉得面對那個人的可怕 如果大家真的沒有 千萬不要去用 我覺得這個新聞很可怕 那個伯伯真的很棒 我也很稱讚他 那這條新聞如果出來之後 讓大家會說 歐拜我們要做一個 我跟你講千萬不要 為什麼 你肢體對肢體 你不要想說像岳文這樣 一個來一個當 沒有 沒有 什麼叫肢體 你肢體是已經到這樣子 亂打 什麼最可怕 沒有要命人最強 所以我們前提是 退無可 退的時候 對 那我這邊要特別提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都會講得那麼激動 另外一群創傷是什麼 是當天有在捷運的 逃過一劫的人 他第一個先 信心自己逃過一劫 之後那個創傷是什麼 是說 他覺得自己有罪惡感 好 這等一下 就是剛剛講的 我為什麼沒有 多做一個動作 對不對 他現在打架說什麼 最安全 其實側面 面對這次 面對打架 所以他要害了 側面 我第一次打他打不下去 那回到我們的現場 問一下阿神塞 鄭姐的長相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有點 因為他已經殺紅眼了 真的看起來很恐怖 他長相有沒有可以分析的 因為你看過這麼多的 這個犯罪的人 以前我的專業是在檢視 所以我看的一般都是不動的 不動的 但是死人也有死相 死人也有死相 但是對於這個真訓 死人也有死相 死的那個面相 所以呢 一般因為 在真訓或是心理學也好等等 那個面貌其實是可以判斷的 對 相由心深 你心裡在想什麼的時候 你的很自然的就會 展露出來 所以你看圍形書 有的刑警一看 插畫白 對不對 那個老行警一看 這個人插畫白 那個樣子 臨檢的時候 這個人就要停 那個人就不用停 對 為什麼 你憑什麼 那個就是一個經驗 所以有時候 沒有辦法 你解釋說 可是我覺得 騙不過人的地方 是眼神 眼神 你明明說 這生一顆還是怎樣 這一定是壞 而且這兩天有上學長說 他是正統的下山台 你看那個眼神 你看那個眼神 所以呢 你比如說那個眼神盯著你 或者說有一種像吸毒的 像喝酒的 還有呢 像一些準備要犯罪的 或是含恨的 那一間 就是你如果說 我如果要定告紀錄 那恨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先入胸光 對不對 那個眼 眼入胸光出來 那你才會喝止對方 然後你那個完全的氣勢 跟你心裡所講 是從你的眼睛顯露出來 可是呢我一直覺得說 不要從面貌 來判一個人 你看你就壞人 因為有的是面惡心善 還有的是面善心惡 所以很多殺人犯 剛開始殺人的時候 他就很凶惡 可是一到經驗裡面 經過一些宗教的洗禮之後 哇那整個臉改變了 那個是正統的下山白 還有一個是上山白 就是眼珠子比較下面的 一二三 所以你看那個眼神 下山白人太抓狂 那個眼神就有一點呆滋 所以你看喝醉酒的吸毒的 那個眼神 基本上就有怪怪的 跟我們一般人的眼神 會飄來飄去 然後朋友會轉來轉去 他眼睛就是呆滋 但是其實 他整個人的情緒是在醞釀 等到他爆發出來的時候 會抓狂起來 所以殺人會殺到眼紅 我曾經看到那個嫌犯 殺人殺到 整個都等於是完全沒有辦法制控 所以發現最愛的人 很多殺人殺的最厲害 是他最愛的那個人 最愛就是最恨的 殺的那個 幾乎殺的最慘的人 因為他整個狂狂 那整個爆發 就像火山爆發 這些人跟他又沒有關係 鄭杰殺的都是跟他沒有關係的 基本上他就是心裡的問題 然後展露出來 對 每人剛好講到所謂的三百眼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下三百 或是上三百 像書上裡面尤其對四百眼 對不對 他說這種人在憤怒的時候 非常的極端 不過剛剛阿神山講得非常好 像猶新生 也不是說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他小時候還沒那麼嚴重 那其實他是後來 我覺得他心裡面一直有一個洞 他的水庫裡面其實有個洞 那個洞從小變大 可是我們大家都沒把它堵上 都沒有發現 然後都一直在漏街 你知道嗎 所以漏到後來整個水庫 霸體 那個霸體也整個潰體 然後可是也不能去 因為這樣就斷定說他是這樣 我講一個我們大家都認識的朋友好了 黨規 郭東修 我認識他二十幾年前的時候 你在黃明冠台南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是 就是三百眼 三百眼 可能問題是那時候 三百眼跟所謂的情緒有很大的關係 對 隨著後來他慢慢修慢慢修 慢慢改慢慢改 變好兒子之後 對不對 你可以發現他的眼神在改變 那時候 在相學上面叫做蕭膏棒 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其實是很凶狠 他在黃明冠台南你知道嗎 那時候是很凶狠的 然後可是後來他唯一沒改的是 罵三字經 你知道嗎 可是他的整個眼神全部改了 全部變成融合了 所以我們就舉我們最好的朋友為例 所以象徵的可以遊戲